在深深聚場熱情活力的鼓動旋律中 为2022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台北馆揭开序幕 由北市府观光传播局筹主的台北馆 以来到关渡台北河滨单车轻旅行为主题 邀请民众体验你所未见的台北 并结合商家推出展期限定优惠 吸引民众来台北游玩 这一次参加台北夏季旅展 我们台北馆这一次展出的主题是来到关渡 大家都不知道关渡的平原 有一个金黄色的稻穗一片 非常的疗愈 同时我们也鼓励我们所有的民众 能够骑着沿着和平自行车道 祈祷来关渡来赏这个非常疗愈的 我们的金黄税的稻田 同时这次我们台北馆 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 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旅宿业者 他们也提出非常大的优惠 同时我们也有文创的商品 以及我们城市纪念品 包括我们雄站还有双城巴士 这样的一个提供大家来选这个选购服务 这个部分大家也都非常的 这个提供相当的优惠 同时我们大家在这两年来 这个疫情的关系 对我们观光产业也有很大的冲击 那我们这一次的旅展 同时我们刚才市长也报告过 我们在这个8月27到9月11 我们有城市博览会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这个展览活动 同时周边也有很多的这个文创 以及艺文的表演 我们也欢迎民众到时候 能够来这边欣赏 同时明年的这个台湾灯会 也在台北 那我们现在开始在做一些软身的活动 那也欢迎这是明年 这个最大后疫情时代最大型的观光活动 我们也邀请所有全国的民众 还有国内外的这个观光客 能够来到台北来这个游玩 而且消费 这个活动是谁办的 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 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参加观光传播局的活动 好我们的中奖号码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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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我这边要跟我们的副局长来这边 先往 这位是一直支持我们台北馆的阿伯 恭喜这个阿伯 来 现场还抽出五位幸运民众 赠送总价值超过万元的限量豪礼 而馆内三大展区各家业者也卯足全力 推出限定优惠 其中住宿旅游区就有业者推出买牛排餐券 就可以免费住宿 还有北投温泉业者也寄出泡汤半价优惠来席客 这次的话呢因为今天是那个国旅补助上路 所以大家都很关注这个话题 那我们这次旅展的话呢就有针对这个国旅补助 推出了一个就是比较下杀的一个专案这样 就是我们劫师与台北西门馆 我们有一个台北金华的午餐牛排的双人套餐券 餐券是1499 那你只要买这个餐券的话呢 我们就有推出一个相对应的优惠住房专案 就是在官网只要输入券号的话 就会有一个优惠住房专案这样 那这个住房专案的话呢 是可以适用国旅补助的 然后一个房间呢 含早餐 双人房含早餐 两克只要一千三 就完全可以用国旅补助折底 所以等于是说呢 只要买餐券我们就可以向国旅补助优惠 有一个买餐送房专案入住 对等于是不用钱就可以直接来入住 那个我们台北馆西门丁 对就是先享受牛排 然后再享受住宿 然后就是可以美食旅游兼城市度假 我们是北投温泉水美 那我们今天来旅展的话 我们是推广我们的泡汤卷 住宿卷 还有我们的就是牛肉面的料理包 那平常料理包的话 我们在馆内也都会有 就是线上的贩售 或是现场的贩售 那这一次的话为了推广就是 夏季旅展 我们还有在特别在下刷不同的优惠价格 然后我们的像雪尔顿红莲的部分 我们是定价原本是160元 我们的展场优惠价格也是一瓶80块钱 那就是欢迎大家都可以来现场来选购 住宿卷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双人房部分是3800元 那这次的话是有优惠 第三位加价是可以免费一起入住的 那第三位的话我们也会免费的赠送餐点跟大众汤 房间里面的话也都是有泡汤的温泉池可以使用 那另外的话像泡汤卷部分 我们就是一套十张 一套十张是3990 3990的话它是一张可以使用大众池 两张卷的话可以直接换成桃屋 两位一起使用90分钟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采预购券的方式 预购券的话10月1号开始可以使用 刚好冬天天气凉了就可以来泡温泉了 休闲旅游区则是有台北最具代表性的熊站吉祥物 以及双城观光巴士为夏季旅展民众 带来好吃好玩又好看的台北惊喜 那我们双城餐车呢在去年12月的时候刚上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话配合旅展的活动 那我们有推出双人的餐卷 还有四人的餐卷 那我们餐卷的话都是没有使用的有效期限 那优惠价都在这边 可以看到我们如果在官网订餐的话是原价 那我们现在旅展的优惠活动在这边 那另外的话我们现场买这个活动套票的话 我们还有赠送我们的一些精美的伴手领 有我们的水梨或是我们的鸡尾酒的餐卷 鸡尾酒的卷 对那这边是我们餐车的活动 那另外双城巴士的部分啊 我们这边有推出的是日间票跟单次票 都是买一送一的优惠活动 那另外我们有搭配我们新推出的模型车 是跟熊站合作的联名车 那我们的模型车的部分啊 它也设计的非常精致可爱 车门是可以开关的 那现在有搭配的是我们单次票的新座票活动 那原价的话是500元 我们现在推出的活动价是360元 那另外我们也有其他非常可爱的周边商品 包含防疫小物我们的口罩酒精瓶等等 也是我们这次日站的行销活动 夏季选务区则是推出夏日出游小物 带来各式充满浓浓台味的文创商品 我们是迪瓦街大道城来的一个老品牌 那目前已经经营到第三代 那我们的肥皂的特色就是我们的肥皂会非常的耐用 品质也相对的非常稳定 造型也是非常的多元 那我们已经经历了三代 那已经有非常久的历史 那我们今天参加夏季 国际夏季旅展里面有一些两个优惠 一个是我们有跟台北市政府合作的 你所谓今天的台北有一个优惠价 就是9折的360的优惠 然后也推行我们最近在做的订阅制 那我们订阅制的服务就是 我们会定期的寄送肥皂给我们的消费者 就不用每次都要到我们的店里 或是到现场去做购买这样 那我们就是固定每期会寄两个过去 那有分三期跟六期 那都会有一些非常优惠的一些价钱 会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这样 我们是代表台北馆的文创商品 然后我们符合主题的是 我们设计的这个咸酥鸡的T恤 然后跟我们设计的跟西门红楼 就是代表台北的这个场馆的作品 然后现场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作品 都是比较有台湾特色的 比如说注音符号的手机挂绳 这个很方便 然后两用的卡机带 你可以后背也可以侧背 然后上班用的证件套 也可以当那个行李吊牌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台卫口罩 现场有五个图案 然后活动的话 因为我们是比较小型的文创品牌 所以呢折扣有限 我们今天为了这个活动啊 我们有特地设计了这个明信片 只要来到我们的柜位上 就会送你我们设计的明信片 然后后面的话有一些优惠的折扣 现场加入我们的LINE A 就可以立刻折五十元 然后还会送你这个 只要追踪我们的IG或脸书 就送你可以贴行李箱的防水贴纸 就是你出国的时候 常常会有人问你说 你是从哪里来的啊 我们直接就自己自我介绍 就是国际上历史上 所有不同的名称 I come from Taiwan的防水贴纸送给你 7月16号还将邀请阳光男神杨紫怡 分享来到关渡秘境游城 更结合线上活动 今天台北怎么约抽签游戏 邀请全台民众 今夏纠团来台北 体验城市生活中难得的 田园景致与休闲时光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我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愿意将